大家好,我是营养师林安安 疫情期间,大家都知道要戴口罩,勤洗手 但您知道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吗? 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典范牙医的许志龙院长来到现场 医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典范牙医诊所的院长许志龙 口腔健康,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口腔 好像就是跟咀嚼啊,说话,吞咽相关 那它跟免疫还有跟全身性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曾经研究表明说,全身性的疾病包含糖尿病 或者是甚至阿兹海默症 还有些呼吸道的疾病 都跟我们口腔的细菌感染是有关系的 那事实上我们的口腔是 我们全身上下最脏的一个地方 它的菌种,它的细菌的数量 其实都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所以口腔卫生的保健 其实跟我们的全身的健康是很息息相关的 这个让我想到之前我曾经看过说 就是医学之父他曾经提到说 如果我拔除一个病人受感染的牙齿 我就可以治好他的关节病 所以可以想象得到说 原来口腔健康其实在西元前两千年 这个观念就开始萌芽了呢? 当时看起来这个观念很疯狂 就是关节炎怎么去拔牙齿 可是现在的观点 医学的观点来看的话 的确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千亿反而动全身嘛 所以我们把口腔的疾病治疗好以后 自然身上其他的地方 免疫相关的问题会跟着解决 现在很多人其实都会选用电动牙刷 当做平时保养牙齿的一个方法 那不晓得在电动牙刷的选择上面 是不是也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呢? 不要选择太硬的刷毛 现在有软毛的甚至千毛的 就是它的牙刷的根间 它是有经过特别处理的 这样子去刷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软阻值牙龈 还有我们的牙齿的表面 因为每天在门诊 我真的都看到一堆的病人 就是刷得太用力了 所以就是我们常常都会提醒病人 就是说其实你要刷牙 并不是真的去刷这个牙齿 而是按摩你的牙影 用这样的观念去清洁你的口腔 可能会做到比较好的效果 那反而是太用力刷的时候 它就造成敏感性牙齿 那反而到这个伸瘦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很多这种牙齿的修复 想要刷得干净 就反而把牙齿刷坏掉了 这个是我们在门诊 每天都会看到的 那另外就是说 牙刷的本身呢 它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电动牙刷的话 我们现在大概都是营波牙刷 它可以制造出一些 我刚刚讲的 流体力学上的窝流的部分 它可以把里面的脏东西带出来 那甚至现在有一些 所谓光束眉的技术 也可以导入到 我们的电动牙刷的应用上面 它就是可以减少 我们牙菌般的附着 那增加我们的口腔清洁的效率 这两个双管齐下去进行 我想这个对于口腔清洁 有很大的帮助 那请医师帮我们示范一下 什么叫做被试刷牙法 好的 没有问题 基本上就是拿一个站 把这个牙刷拿好以后呢 我们把它贴在牙齿的侧面 然后呢 呈现一个45度角的角度 那这45度角怎么刷呢 就是原来平行于牙齿 稍微偏一点点 那这样子就会有一部分的刷毛 在牙齿上 有一部分在牙印上 那有一部分在我们的牙印钩 那这样就可以把牙齿的周边 做一个很好的清洁 那搭配上电动牙刷的计时的功能 以每四分之一上线 四分之一二作为一个单位 所以全口一共分为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个单位 那每一次我们就是刷一个上线 就是比如说我左上刷完以后 那刷内侧的地方 再来刷咬合面 这样作为一个单位 就刷完了 然后再来换到下一个区域 也是四分之一二作为一个单位 那这样子把四个上线都刷完以后 就是一个完整的印竹式的清洁 谢谢医师的分享 那刚才有提到 在整个刷牙的材质的选择 然后还有刷牙的方式跟步骤 那刷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牙膏 在牙膏的选择上面 想必也有一些医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是 其实台湾地区因为我们饮水没有加佛化物 所以相较来讲 我们台湾国人的取齿率是比较高的 那所以在选择牙膏的方面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选择韩腹的牙膏 那佛化物其实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的牙齿有帮助 对我们的骨骼 它也需要佛化物的作用 甚至有时候我们在病人佛化物摄取量不足的时候 我们会请他额外再摄取 佛定 然后增加它佛化物的摄取量 那台湾地区因为饮水没有加佛的关系 所以相较于某些北欧地区 他们有做过实验 他们在饮水里面加佛的话 它的取齿率的确是下降很多的 所以牙膏选择上面 第一个就是我建议就是佛化物要够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它可能有一些额外的功能 那我们就在适合自己的口腔状况的条件下 去做挑选就可以了 谢谢许院长今天帮我们这么清楚的分享 相信大家一定对口腔健康跟免疫的关联性 强必会更加的了解 那我们今天谢谢医师的分享